与国小的教学合作 希望提升学生的手作能力 台南家具产业博物馆举行深山 林业利用于永续环保特展 开幕仪式邀请台南大甲国小国乐团 表演多组国乐拉开序幕 场面温馨热闹 台南市仁德区大甲国小 跟我们家具博物馆是好邻居 那其实根据我们调查 其实我们早期有一些阿公阿嬷 他们也是家具博物馆这边的员工 那所以我们其实跟家具博物馆 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除了这一次我们带我们国乐团的精英 师祖团出来赞助他们做一些表演之外 事实上我们长期在跟家具博物馆 也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比如说我们待会会有学生 在这里体验做木座的一些自动车 那接下来这两三个礼拜 我们也会邀请他们的师傅 还有那些一些员工过去学校 进学校然后帮我们指导 有一些很多的手工艺的课程 那事实上这些课程 对于学生扎根手作 非常的有意义 尤其未来我们12年国教的时候 是强调学生的素养导向 那学生透过这些实作 事实上他们是非常可以养成 他未来自己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 12年国教强调学生素养导向教学 家具产业与国小教学合作 有助于提升学生手作能力 与产业了解的知识 史方新闻 黄慧如乌中瑞 台南采访报道